2022年5月30日,星期一 今天是想講講蔣介石的名造 這本書是出版於民國 當時蔣介石是軍會委員長 他衰敗的時候,這本書還未知道 所以他預刊到蔣委員長當時的下場 也算是比較有功力 首先分析蔣介石屬於紀討 紀討看到庚是相關 看到兩個相關,相關比較重 所以是相關格 看看相關格的人的名格是怎樣的呢 相關 甲見丁,粵見丙 現在是紀見羹,屬於相關 何為相關呢? 我生者為相關,食神 如果陰陽不同,就為相關 陰陽相同,就為食神 食神比較純,相關比較偏 相關者傷害官貴之為也 所以相關格和孫中山有些不同 相關格和孫中山有些不同 孫中山是正官格 當官做國家主席 都是一定的名格上的配合 相關呢 反而不是太過配合 此物見官一刻 則相關貴氣 即是說這個名格 在八字中 反而是不希望見到有官星 甚至大雲也是 相關這件事 本身是蝕本身之力 為之道氣之神 人命於此 每當氣高傲物 台藝超群 通常相關痛的人 相貌是莊嚴比較好 以及有一定的台藝 文學或是一些工藝 技藝都是比較好的 但當官不是十分適合 以及名格和大雲 都不希望見到官星 而為禍之列 亦過於忒殺 忒殺為禍 不過是殺人 相關為禍簡直是殺官 故書 貴人 亡誕 眾人 嚴惑 相關痛的人 人緣都是一般 因為他比較自視過高 以及比較鐵台傲蜜 局中大子 以設計見官 見之為禍百端 必須由物製之 或涉化之 方能轉禍為福 不然 福患不可腾順 不可聖順 至其功用 亦能化化彼劫 生台升 亦分陰養 通常 技藝統的人 都可以賺錢 例如明星 是相關生台 我生者為相關 相關生者 反而 對自身來說 就是台 例如 宋先生 相關是庚 庚金 庚金 庚金生水 而水 為台 因為 他自身是紀土 土黑水 所以水為台 制化之道 為賴人秀 他是人性 由人精,因為人生自生,自生生相關 他洩氣就由忍獸補救 蔣先生的紀土,忍獸是什麼呢? 火生土,就是他忍獸 火能克金,就會祭相關 余台星會有配印與生台之量說 所以相關配印的格局比較好 紀土的人,一定要有火 火能生土,也能克制相關 火生土,土生金 這樣的格局就算好 看看這位大師平仰先生的命理 我們看看剛才福圖 看看原文 他說 煩土金相關,愈得火祭,得法福 愈厚 所以這八字一定有火 如果沒有火,就麻煩了 火在哪裏呢? 這個就是火了 丁火 五,即地支五 通根,就是火 這個就是印 印就生自生,紀 紀,紀就是相關 但無論如何,他的相關比較重 所以這個負身運 這個火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掌委員掌,他一生比較成功的時候 都是火運的 此為五行之治理 即土官 土金相關 一定得火 所謂相關大人 相關 大人 這就是好的格局 此為五行之治理 此格與馮副委員長 即馮玉祥 這詞才會說 相關 馮玉祥,相關得人 此得相關得生 一生 看回大雲 第四步 一二三四 四十八歲行 這就不用說了 丙五也是火 於是大法 統領團國成為世界名人 第五步 月紀 月羹合 月羹化金 第兩個羹 此為之爭合 這次運氣就不好了 這次運氣就不好了 用神獻尊 兩根奪 這裏就麻煩了 這裏就麻煩了 甲神 相關見官 為和白端 這裏就麻煩了 這裏就麻煩了 是其實他的拜筆 他既坐於68歲 他的拜筆就坐於68歲 這裏是甲神運 好了 到此為止 下次再分享另一個名字